請巡訪時間30分鐘 我今天第一個議題還是要從整個農村的發展去做一個考量 所以我今天特別把財政部部長還有陳主委找上來 最近這幾年日本最風行的一個稅制叫做故鄉稅 部長不知道怎麼知道 就是說可以針對他不一定是在自己居住的地區 可以針對他自己希望的哪一個村落小鄉鎮 來做一些監證或者是做一些然後來抵稅 就監證之類的來抵稅 我個人覺得今天我們一直在講怎麼樣縮小城鄉的差距 怎麼樣讓農村再生 怎麼樣讓我們的知識青年願意返鄉勿容 怎麼樣讓我們的地產可以遞銷 怎麼樣讓我們的農村也可以不要跟都市大都會那樣子差距越來越大 我覺得故鄉稅是一個可推動的一個方向 不過我是覺得雖然在整體中央的稅收來講也許會受到影響 但是我在看我們像去年我們的稅收也超增了大概好幾百億 其實假設我們把這些故鄉稅落實在我們這些農村的這些社區的它的特色產品上面 用這種方式來推動地產地消 一方面也可以跟我們農委會的農村再生 比方說我們的小地主大電農啊 休耕田活化啦 這個地產地消這一類的 或者一個鄉鎮一個特產 做一個整體的結合 讓農村真正的活躍起來 柏長做一件有意義的事情 你覺得怎麼樣 我非常贊同委員的看法 如果能夠讓鄉村能夠活活化起來 讓年輕人能夠回到鄉下去 我認為這個很有意義 至於怎麼樣做 如果照委員剛剛講的 捐贈給各鄉鎮可以抵稅 其實現在我們的捐贈是有這樣的機制 沒有錯 我們現在捐贈是可以抵稅啦 但是不是針對我們的一鄉鎮一特產的部分 去做一個推廣 就是說我們現在要跟農委會兩個去做結合 我們在農委會在推動的時候 就是說一個鄉鎮它有一個特產 或者是我們在社區裡面 我們在推動它的特色產品 我們現在特色產品我們就可以 像鄉鎮我們也可以做特色產品嘛 然後我們現在在推動地產遞銷 這一些我們過去可以用監證的方式 是捐給鄉鎮公所 但是我們現在是沾對每一個鄉鎮的農特色產品 希望他們能夠地產地銷或者把他們自己的特色發展出來 主委啊 我感覺說你用這個觀念上 是不是在這裡 醫療在這裡 你跟部長在這裡 說一個方向看重來我們怎麼做 來推動農村再生 可以來幫忙 縮短我們的城鄉差距 也讓我們的農村真正的活起來 我想 委員所提出來這個意見 我們會跟財政部來討論 台灣的農業最重要的要讓年輕人回到鄉下來 農村再生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以外呢 我想農產品價格的合理化跟地產遞銷 在過去三年裡面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觀光客來了之後 對於在地農產品的消費的量 它是很顯著的增加 所以到鄉下去他們在講 你看這三年的香蕉 從來都是價格都是非常好 到底要到哪裡去 這個我知道 這是觀光客的部分 對 所以地產遞銷這一塊 我想農委會在未來 包括各地方的營養午餐 我們都鼓勵縣市政府 跟當地的產銷班 或者當地的鄉鎮 直接訂定契約 那現在做的比較顯著的就是新北市 它是有機的蔬菜奶市 一個禮拜一次 它把所有全省的有機蔬菜奶 光是一天就要36噸 那用這種方式來做的話就會達到剛剛 這個委員所講的 它有契約生產 它的價格是合理的 年輕人就願意回到鄉下去 那這中間當然有很多 社會企業的操作 比如像很多鄉下的 這個營養午餐 一百多個企業就進去 它就去補這個價差 然後去契作 農產品 這種方式呢 我想都是我們現在在推動的方式 主委 你剛才在說的 我都可以接受 當然也是我們現在在推動的方式 我現在是希望說 用故鄉稅 這個稅 這個稅的方式 來幫忙我們的農村 發展他們的特色的農產品 幫忙讓農村的農產品 多一條路 多一條路 讓農產品可以收得好 換句話說 我們現在 台灣的農產品 現在處到的都是 產銷失衡的問題 你今天 假設可以用故鄉稅 來買農村的特色農產品 都讓我們滴稅的位 這些人 他本來可以滴稅 他可以 千分之五的 這個可以滴稅 然後百分之十扣掉之後 百分之九十 他就是來認過我們的這些 農村的特色的農產品 對我們的農村 是一個很大的幫忙 這是我這幾天 這段時間裡面 一直在 一直在考慮 一直要跟院長這邊提出來的一個建議 將來 假設我們今天 院長我是覺得說 這大中間 還有一年多的任期 要做一點讓老百姓有感受的事情 讓整個農民感到說 政府就在幫忙 用這種方式過去沒有人做過 用這種節稅的方式 或者是 減免稅金的方式 來幫忙我們農村的特色農產品 來賣得比較好 願不願意來做這些事情 很抱歉 我就說我沒有聽怎麼懂 因為第一個我們農產民是免稅的 所以您現在講的 故鄉稅是跟誰收這個故鄉稅 還是說你要把這個稅額 把它減免掉變成補貼金 還是怎麼樣 所以我還聽不太懂 很抱歉 還聽不太懂 您講這個機制是怎麼樣子 就是說 我們的這些 比方說有所得的話 我的所得的千分之五 如果是我去買 鄉下的農村的農產品 那我可以有一個額度 就千分之五之內 我只要買這個地方的農產品 這個就是我的抵稅額 所以您講的不是稅 事實上是一個 是個減稅額度 對 我想可以研究一下 可以研究一下 這是我 今天你說 議長 部長 我覺得 你可以去做 因為我們過去很多 發生很多流幣就是怎麼樣 買公共設施用地 買中的無人用的土地 買入骨頭 當然發生了很多流幣 底稅發生了很多流幣 但是今天假設我們是 用在真正幫忙我們的農村 讓我們的農村真正活絡起來 讓我們的農村的農產品 它特色的農產品 農產品 有這一些人 他用監證的方式 就是他可以抵稅的方式 來購買我們的這些農村的農產品 我相信說 農村 比較胸的才能挖起來 是不是 院長 部長 跟主委 你們大家好好的去思考 要怎麼幫忙我們的農村 我想跟委員報告 我想 目標上來講 我們是一致的 就像剛剛陳主委講的 我們有各種各樣的措施 希望能夠把農村能夠復興起來 經濟能夠活絡 那麼是不是用這種減稅額 有某個減稅額的方式 來鼓勵大家購買所謂 在地產銷的農產品等等 這個我們可以拿來研究 看看是不是最有效的方式 還是有其他的方式 好不好 2008年的時候 日本是開始推動這個所謂的 就是這種類似的故鄉稅 他們第一年當然是 有一兆多的這些額度 但是慢慢的 他們到今年已經有超過了 將近兩倍的這個額度 這一些免稅額 這一些稅 它大概 扩減起來大概有35% 可以變成地方稅 假設有35%的地方稅 來幫忙我們的地方的財政 我相信對於鄭卡 我們這些很多的自主財源不足的 這些鄉鎮也是一個幫助 對我們農村的農業 或者是我們農村的青年的經濟 也是一個幫助 這個是不是這樣 我們來收集一下 日本故鄉稅到底是怎麼樣運作 我們來研究一下 有沒有可參財的地方 因為過去沒有詳細研究 日本機制是怎麼樣運作 我們來研究一下 我想可以研究一下 我也希望說你們在短時間裡面 研究出一個方向 看他怎麼樣操作 然後可行性如何 可不可以引用到我國來 我們來研究一下 這幾年人本已經很成熟 他們只要他們 他們的抵稅兒來頭 他們去買農村的農產品 人家用這些農產品幫忙農村 讓農村來頭地 他們的稅數都增加 就變成一個循環 讓我們的城鄉差距 日本的農產品納稅嗎 日本的農產品納稅嗎 他應該沒有吧 沒有的話他也很難轉到地方稅去喔 如果我們買的是農產品的話 不是 他是一個機制的設計啦 就是你買他的農產品 他有一個固定的 一個百分比 變成地方的稅收啦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 是不是可以去做一個研究 可以蒐集一下日本的機制啦 蒐集一下資料來研究 好 這是第一個 第二點 我過去 過去我一直在說 幫忙農村 我們實際上 我們也希望說 像過去我跟陳主委 我有提過 就是說 財政不在推動 所謂的創櫃板 我們希望 農村裡面 也可以有一些 創櫃板的農業 來幫助我們農民 做一個標關或者是示範點 這個東西目的是什麼 就是好 年輕人知道 我們未來的農業 是有 是 有監督的 未來的農業 也可以一樣 像我們的 上貴上市 像新貴這樣的方式 也可以從資本市場裡面 募取到募集資金啦 這大概就是一個方向 好 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 就在這一次情流感的這個 這個過程當中 我自己到雲林去看到 他有一家 叫 叫原進莊 叫原進莊 他就上櫃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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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換言之就是說 剛剛委員講的這個方向 是我們努力的方向 我們認為說 農村區別 除了說小地主 大電農等等這些以外 我們希望他的農產品 加工品 能夠就是說變得 甚至於他變成是世界品牌 然後賣到國際去的 這個都有先例可圓 我們希望像這種模式 能夠把它加以複製 對 這個院長 我們現在就是希望說 我們慢慢的 要把這一些方向 比方說故鄉稅 比方說創櫃版的農業 我們慢慢的要把它推廣 利用現有的農村再生的 相關的資源 或者是我們相關的這些 微電影的廣告 慢慢的呼喚 這些豬式青年 或者我們的一些有 這個 年輕的這些農民 能夠返鄉來誤農 農村 如果沒有人 如果沒有年輕人回來 我覺得是沒有機會的 對 完全同意 完全同意 我最近看了一篇報導 院長 就李克強總理 他去造訪了義烏 這一個青年流村 他把它叫做電子商務村 那個村落裡面有八百多戶人家 你知道那邊有幾千戶的 幾千家的網店嗎 有兩千多家的網店 也代表了我們這一代的 這一代的整個網路時代的一個興趣 所以說 當然第一 我們在說 我們現在一方面 產銷的部分 要怎麼去協助他們 或者是利用故鄉稅 來幫忙農產品的促銷 當然更要我們 創規板 幫他們募集資金 尤其是網路的行銷的上面 我們應該找一些示範點 來幫忙這些農村的農產品 他們將來也知道怎麼用網路 網際網路 來做他們的行銷的工作 這個主委 你這一方面 可以說一下嗎 有 現在我們的這個農產品 特別是農村再生 跟產業結合這一塊 幾乎都是網路行銷 我也再舉過一個例子 二林有一個葡萄產銷班 他 這個用網路行銷的結果 他的高品質的葡萄 不載到果菜市場去 連果菜市場的總經理都覺得奇怪 說奇怪你們今年怎麼都沒有好的葡萄 他特別跑下去看 那幾個年輕的就講說 我們的葡萄全部在網路上 全部已經賣好了 那這些部分呢 非常的快 非常的快 我們水果 特別是高價值的水果 包括 玉女葡萄 嘉義 你的嘉義縣 很多的這些設施農業裡面 他們幾乎都是用網路來做交易 主委 我知道 這些都是比較 就是有一些個案 我們現在是希望說 你要怎麼樣去讓它更普及化 所以我 我們今天也在討論說 你過去所推動的農業園的部分 到底用農業園怎麼樣來協助 我們這些農民 因為 人家都沒有車 電腦就沒辦法 你要怎麼用 農業園來幫助這些農民 都年輕人怎麼來訓練老 你要怎麼來幫忙 這些你都要有一些方向 要把它變成一個現代化的農民 要怎麼去做 跟委員報告 我想 這個會有幾個方向 我們一方面 我們說 對網路做生意的環境 第三方支付 群眾募資 這個平台要弄出來 它可以更活絡 然後另外一方面 我們也希望說 像這種網路行銷等等 在農村如果能夠進一步發展的話 很自然有一個趨勢 我覺得就是我們所謂的輕盈結合 青年人跟銀髮族結合起來 然後銀髮族他可能是傳統的農民 但是青年人幫他來做網路行銷 我認為像這種模式 照我了解像農委會這邊 事實上也有很多很多的案例 我們認為說整個大環境把它弄得更好 像這些事情就會很快發酵了 這個就是我們對於馬尾南你所領導的內閣 我們很希望 未來的農村 能夠因為我們的投入 或者我們用心的經營 讓農村能夠再生 能夠現代化 他們的產銷也不再擔心 他們也有一定的收入 然後讓這些年輕人知識青年 他們也都願意來返鄉 這是我們的目標 我對於農村一再的提取 所以我想 在我現在來的農村 院長 我真的很希望 創櫃版的農業 能夠看到 到處開發 便利開發 另外我也希望 推動 故鄉稅 來幫助我們農村 這是我兩大目標 當前的兩大目標 接下來我想 就談一些比較細節的問題 那個部長你在這邊 我 最近我們 有一個很得民心的一個東西 就是我們對於奢侈稅 另外有排除了 有一些規定 就是有一些規定是可以不用繳奢侈稅的 我們從104年 延夜9號開始生效 大概有一些 這個是比較得民一些 也就是說我們在40歲的時候 有很多 感到不盡情理的 我們現在多做一些排除 這個部長 我們規定是從 延夜9號開始生效 對吧 院長 我都是全民服務裡面 都十幾月到家月的分別 同樣都到我這邊來的案件 十幾月不容金 家月不用求 不用求奢侈稅 實在是頭到沒在收 沒錯 求求奢侈稅 我們實施的時間不是很長 這些案例 我想也可以做一些整理 假設牽涉到人民的權力 權力的部分 敢不可以科爾魯追溯一下 我跟委員報告 這一次1月9號公佈生效實施的 就奢侈稅第5條第12款 它是有一個其他 沒有錯 授權財政部 我們頒定類型 所以我們2月5號 就頒定了11種類型 那這次修法 第5條的第二項有一點 就是說 對尚未合客 或尚未合客確定的案件 才能適用 就已經合客確定 我知道喔 我知道你是這樣寫的 沒有錯啊 但是對我們宣民 何物來說 老百姓齁 含情嬌嬌 你看到的 他都不甘願 後來差這麼多 我差不幾天 他就沒求 我就有求 我求幾百萬 欸 我跟你說齁 整個人很辛苦 我是想說齁 你科爾看看 如果可以追溯 假設不是很多這樣的案例的話 為什麼不追溯一下 這就是法律的問題 法律第二項 它是規定 對合客確定的 我們是無權撤銷 他已經 他沒有提行政救濟 那他已經確定了 那確定了 我們行政權 就沒有辦法 我要說齁 這樣都不用說 就是因為這樣子 我才今天特別提出來 因為 這個法令 這個法令 老實講 對老百姓來講 有感 是 但是另外一個角度來 你叫 給你叫 給你叫 給你叫這些人 他們感覺說對你很不公平 因為 別人不用叫 我就要叫叫 對人來說 他們感覺不公平 我只是希望說你們再做些研究 假設可以追溯的話 不是很多案例的話 我們這個可以考慮去追溯 希望你做一個考慮 第一點 同學我們對 你 我們最近那個 經濟部再提一個 就東石沿海地區的 快樂加值計畫 有這樣的一個計畫出來 來 部長 你先請一下 部長 但是也因為這個 這個快樂加值計畫 所以去檢討了 東石鄉的 這一些 就是地層下限地區的這些 國有土地占用的問題 九百三十三筆裡面 有兩百多筆 都是 占用土地的 這個計畫 快樂加值計畫 現在我們暫停了 我是自己一個感覺 部長 你 發展的感覺 可能你是不需要 但是 外界都會感覺到說 你這是在打自己給別人看 你知道我為什麼這樣講嗎 我跟你說 東石鄉是這邊來頭對 我個人覺得 他是 五合一選舉裡面 表現最好的一個鄉鎮 結果現在 辛辛苦苦 在那裡拼拼 現在你一個 處理計畫 你就是要把國有財產 國有財產 土地占用的問題 做一個清理 就是從各家的計畫 衍生的一個問題 你知道嗎 我沒有很清楚這個狀況 我回去再了解一下 好不好 叫做 沿海地層下線地區 被占用國有土地的處理辦法 這個辦法 尖對的 剛才是一個地層下線地區 還沒有土 還沒有美人 這個地區 講起來就是你最西中的鄉親 那結果你在 頂頂這個辦法的時候 你頂到 剛才沾對這個地方就頂到 剛才我最擔心的 你可能是無心的 但是就像鄉鎮來頭 你說的 我們都自己在打 腳踏給別人看 這個情何以堪 你當初是你要頂這個 你沾對鄉鎮地層下線地區 你家鄉如果有一條路頭套 要這個路頭套 他的居住前不會受到影響 我想 大家還可以接受呢 這個是地層下線地區 九百三十三筆來頭 這有兩百幾筆是佔用的 剛才沾對我的心臟做下去 委員 這個我回去再深入了解一下 好啊 了解一下 你們要提出這樣的計畫 不然你也和我電視我講一下 你也跟我們問一下 到底這個金錢做下去 那這樣就一定要這順做 你知道嗎 我有時候都有一個感覺 就是說 當然我們在 在經濟委員會也有碰到啦 剛剛也有看到啦 要討多少個建設 要討多少個建設 多少個 多少個 我們的內閣官員 我們內閣的官員 都很坦誠 也很認真做事情 但是呢 都不知道要怎麼應付啦 都給大家答應啦 我跟你講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我上面 農委會主委的 農業委員會在諮詢的事情 我也跟他講 我說齁 我們這次五合一選舉完了以後 就修庚庭侯畫裡面 一米的面積是 與我的故鄉最多的 佔三分之一左右 過去 文匯都有在補助啦 但是五合一選完以後 補助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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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是這樣操作的 所以 我那天我在跟主委講 說齁 你們做事一百分啦 但是政治 你們沒有 政治學分齁 你們沒有去計 坦白講 今天我們內閣碰到的事情 都是這個樣子 齁 兩位你們可以先請 我跟院長談就好 謝謝 院長 我說幾個實在的事情給你聽 齁 我們今天 也許是 不只要是我們自己政治 自己不知道要怎麼去陷人 陷人競爭啦 我怎麼在講 有某一黨的 某一黨的人 立法委員 今天 跟人家拿錢 明天可以上電視台 罵他黑金 你也許覺得不可思議 對不對 但是我們在政黨做不出來 李克林也做不出來 今天這黨提錢 明天就要到電視台 不是說那人黑金 某一黨的 發言人 還有現在是某一室的市長 去惡問 那種招待 那種招待還不是一般的招待 那種招待是什麼招待 一個晚上可以花五十幾萬的港幣 還要女孩子陪著羅勇 一枚 花兩百幾萬 五十幾萬的工座 但是呢 選舉高 人家 怎麼可以 我怎麼可以說 那些黑金 那些都在做什麼 做什麼事情 今天被招待 明天可以 罵你是萬惡不赦的人 沒有人 帶某一室去 大家的朋友說 這個人做行政議長 對我們幫忙多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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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總統無論如何 一定要來支持 結果齁 醜算的時候 他的朋友 支持 油性困的時候 他已經流浪了 他問說 你叫我支持 油性困介紹 油性困介紹 我食材 你自己走路 走路的時候 沒辦法 政治就是現實的 我也不能不支持 沒有 我的政治也有問題 我在今天講這件事情 我們現在很多事情 我覺得 我們一定要 冷靜的 而且要有一套 自己要怎麼處理 不要再面對 我們政治的問題 要做一個處理 昨天啊 我們經濟委員會也一樣 我們經濟委員會 那個案子啊 我們的政府官 有沒有為我們自己的政策辯護 督到對方的時候 唯唯諾諾 沒有辦法解決事情 碰到 該跟人家力爭到底的時候 我們的政府官敢不敢 力爭到底 敢不敢為我們的政策 辯護到底 我覺得都要去做檢討 今天啦 我跟你講這一些 我是覺得 我們現在 面臨 士氣最低落的時候 但是我也移動心腸 我跟你講 像農委會主委 我也跟他講 我們不是反對你 去做哪些事情 而是我們覺得 有些事情 你對農民 不用一死一死 比方說 我們什麼休耕田 反對三公頃 一百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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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不知道 你為什麼急著一定要 就是要去當壞人 我們可以用很多方式 來引導 來鼓勵他們 去做休耕田活化 或者讓他們不要休耕 三公頃以上 可以這樣做嘛 對不對 我們的有必修鋼 本來是沒有很多修鋼 請多一百公頃 爾hos 何花 多一百公頃 半公頃 一百公頃 四百 vast公頃 洋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